可是虽然我们的海军 我们的海巡在前线部署好了 但是台湾里面民心激愤 坦白讲很多的我们的网军 已经大规模的发动网站了 而且不只是我们其实台飞之间 甚至包括大陆有一些资安的高手 我们所谓黑客 他们也来助政 这个目前我们看起来 这网站已经在陆海空军之外 出现了一个网军这样的情形了 双方目前的折损跟胜负 看起来是怎么样 像昨天我们有一些像东东府 还有经济部 海巡 还有国防部的网站 都遭到大规模 大流量的干扰 他们不认为这是骇客 所以国防部还跟我强调 这个叫干扰 他们不承认被骇客攻击 干扰 对 它只是干扰 只是让你无法连线而已 它并没有置换你的网页 也没有入侵到你的网站内部 也没有取得你内部的资料 但是对他们讲 这只是说它利用大流量的方式 让你的网站无法正常的运作而已 算是贯报而已 对 类似这个概念 没有实质的破坏 对 但是我们对他们造成的 就是实质的破坏 所以我们现在的骇客 在菲律宾的政府的网站 我们已经全面都控制了 全面攻陷了 今天行政院资安办公室的 官员也说了 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现在菲律宾的政府网站 应该是整个瘫痪不能运作的 它的email也不能用 所以它整个政府的内部 是有很大的问题 这两天他们又要大选 那这个会不会说 因为这样造成开票 争议或者是什么 都是值得观察 那如果说因为这样子造成一些 更大的政治动荡 就是要另外再了解这个情况 可是对国际间来讲 我们用这样子的手法 虽然说是网民们 或者说网友们 他这种自主的一些行为 但是形象上 其实并不见得有利于我们 其实是因为 在网络的这个世界里面是 就是我们的实体 我们的实体世界里面的政府 是很难去管制的 因为每个人有了电脑之后 他就这些骇客 都是非常高明的高手 他拥有他自己的独立的思维 所以你要去制止他是不可能 而且他在这个虚拟世界 所造成的破坏 还有他所得到的一些声望 也是我们不能想象的 那像中国的网军 他就中国就成立的 网军很有名嘛 他在 他现在最近也是传出 英国的军情无处 发现他们的网站遭到入侵 也是中国网军想要窃取 他们跟美国合作生产 F-35的机密资料 所以其实网军是 跟现实的这所谓的 陆海空三军来说 网军是随时随地都在开打的 那我们国防部 还有我们国安局 都有相对应的单位 那国防部最近 在资电作战指挥部里面 在原本的三支 网络作战中队里面 他又加了第四支中队 在金吹岸国防部正在裁军 在这种金吹岸的环境下 还能扩边 就表示这个单位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也是未来的 做主軸 感受到说 好像这整个世界的局势 这个部分 其实是不能够忽略的一环 那么在民怨沸腾之下 很多的网军网民们 网络高手们 或者是骇客们 都在插手这件事情 还是要呼吁大家 要注意那个法律的界限 是